据台湾媒体报道 一人诸葛亮近年身体状况不佳 2014年确诊罹患大肠癌二期 不过当时为了带女儿谢金金出道 另一方面还有电影拍摄工作 为立即就医治疗 等到2016年9月 因腹水多达6600cc 才紧急驻进台大医院治疗 然而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 据传一周前再度住院 且一度病危 家属居息已经在看躺位了 据媒体报道 诸葛亮因为及时治疗大肠癌 病况恶化之末期 2016年9月才入院治疗 迄今已经做过五次化疗 不过状况人不理想 一周前再送进台大医院 却因身体虚弱无法化疗 医生一度开出并未通知 目前虽暂时度过难关 但进入安宁疗户阶段 并签署放弃急救 同意输了 另外有圈内知情人士透露 家属目前已经开始咨询后世相关事宜 包括为诸葛亮寻找适合的塔位 对此他的经纪人苏日皇表示 暂时联络不上家人 尚无法得知确切状况